自发反应的方向是由强酸加强碱 反应至弱酸加弱碱 所以需要在每一个反应室当中 反应物及生成物里面 先判断出扮演酸性角色的物质 再决定比较强的一边反应到比较弱的一边 以A选项来看的话 两个都是酸 所以其中一个酸扮演的是 两个都是水 其中一个扮演酸的角色 另外一个扮演碱的角色 逆反应来看的话 水和氢离子和氢氧跟离子 水和氢离子是酸 氢氧跟离子是碱 反应前的酸是 水反应后的酸是水和氢离子 所以反应后的酸比较强 那反应向左 B选项 反应前的酸是磷酸 反应后的酸 两个长得一样的物质 从其中任何一个当成酸 就可以了 那反应前的 跟反应后两者有共二的关系的时候 那比较多的氢离子的这一个是强酸 比较少的是弱酸 反应由强到弱 西选项 反应前扮演酸性角色的是 畜酸 反应后扮演酸性角色的是 硫化氢 那这两个酸来比的时候 就需要用记忆 那我们排列出来 畜酸的酸性比较强 硫化氢的酸性比较弱 所以反应会向右 西选项 反应之前扮演酸的角色是水 反应之后扮演酸的角色是HCN 那 HCN就算是很弱的酸 它还是一个酸 水是完全中性 所以 比较强的酸 在生成物 水是比较弱的酸 所以 第四个选项 反应向左 那第五个选项 反应前扮演酸性角色的是 氨根 反应后扮演酸性角色的是 水和氢离子 那水和氢离子的酸性 大于氨根的酸性 所以 第五个选项 反应是向左 那 会反应向右的只有 B选项 和C 两个答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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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